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林丘琳 欢迎来到Peace&Yummy 今天我们要教大家一道 非常适合夏天的开胃料理 叫做 高丽菜一叶子 没错 我们就是要准备 半颗的高丽菜 很多人都不喜欢吃这个 菜梗的部分 高麗菜叶子主要就是用菜梗的部分来做腌渍 腌渍完之后会非常的爽口还有脆口 待会我们就先把菜梗跟叶子的部分分开 我们已经把高麗菜叶子还有梗已经分开了 部分呢我们现在先用清水把它洗干净 那因为我们是要直接做高麗菜叶子 是直接生食的 所以这些高麗菜梗呢 我们要用可以饮用的水去洗 会比较安全喔 把刚刚切的辣椒放进去 接着撒盐 大概上下个铺一层 好 再来是糖跟醋 糖跟醋的比例是1比1 醋2汤匙 糖2汤匙 酱油1汤匙 最后淋上冷压橄榄油 如果要放芝麻油也是可以喔 均匀搅拌 用保鲜膜封住后 少一个重物压住 并放在冰箱一碗 等了一个晚上 我们的一叶子 好啦 哈喽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吃吃看 嗯 很脆欸 这边建议啊 如果你比较怕辣的话 你记得把这个籽要拿掉 因为我们只是曲奇的香味 因为像我买的这个辣椒有点辣 吃起来就是 有点辛辣的口感 但是我还蛮喜欢的 真的很好吃欸 不知不觉又吃完了 真的很建议大家 夏天可以常常做这个高丽菜一叶子 高丽菜一叶不含膳食纤维 对胃也非常的好 大家下次也可以在家做做看喔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喔 拜拜